5月28號禮拜一 再次跟各位報告 今天大盤再次上漲45點 最好賺的一大波 越來越逼近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在這個之前 我必須要這麼直接跟各位講 從5月4號 我覺得人的反應 當然都是比老師慢一點 如果你比我快的話 我也不用在這邊說了 從5月4號 我告訴各位請各位注意一下 最好賺的一大波即將要開始 從5月4號 先讓各位看一下5月4號 免得各位沒有看清楚 從5月4號開始 我跟各位說請你注意 這一波上去很可能直接就要過 所謂的下降線 甚至就這麼一路往上飆 從5月4號到現在為止 幾乎可以這麼說 每一個利空都沒有下跌 每一天都在漲 你幫我算算看 是不是正好到了第15天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一波轉折我看得非常的準確 我也看得非常的精準 而且看得非常的仔細 所以每一天都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各位講 今天來我覺得什麼話 也不用跟各位說了 要跟各位講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你各位有沒有發覺 月限最低檔的股票 甚至我們就直接這麼講 先從被動元件 先從這些漲價概念股講起好了 現在的漲停板 今天上櫃有29家 上市有12家 它各自代表不同的族群 最大的叫做被動元件 甚至Mosebit 甚至一些漲價概念股 甚至一些題材股 都有漲上來 我跟各位講說 注意的未來的題材股 都有漲上來的話 請問各位 你有賺到錢嗎 請問各位 如果這個錢不賺 你到底還在想什麼 漲停板加速為什麼會比較多 資金在找股票嗎 右空完了之後 往軋空的方向走 軋空完了之後 最多最多盤整 這一段根本都還沒看到 所以資金還在找股票 還是多頭 所以請你想辦法用力做多 等一下第二階段 我還是會跟你講 你現在就跑去放空 我常常講一句話 各位啊 現在國具就像什麼 像世界級的拳王啊 像我們國內最強壯的那個叫什麼 陳之漢那個館長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你現在去放空最強的股票 等於你現在呢 用你的身體去挑戰拳王 你這樣子打怎麼會贏呢 有一天就算你贏了 你也是遍體淋傷打得快吐血啊 不是吐血而已 可能會沒命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請你注意喔 在現在目前 仍然非常強勢的狀況之下 你要尋找的是 為什麼這些股票會漲上去 為什麼這些股票 一檔接著一檔上去了 而這些上去之後 又會帶動些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是重點耶 我今天都可以跟各位講得很明白 各位看到沒有 來 1809 看到沒有 來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中右盤中 可以打到漲停板去 很重要的一點是 它在月線的最低點耶 它在月線的最低點耶 而且它也是被動元件 將來你會很清楚 它的被動元件 它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員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說耶 但是我今天來要跟各位講說 請問各位一件事啊 這一段行情裡面 你到底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沒有 來 第一件事情先不要管那麼多了 第一點有給你報告了 第二件事情呢 一樣是上漲喔 注意喔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未來很可能在川金會 我當時跟你講說 川金會破局 可能是這個大盤最後的買點 果然利空不跌之後 請各位留意喔 等到後天啊 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沒開始啊 等到後天 美國股市開始 川金會 又開始 重新開始 甚至全球的利多開始的時候 你認為是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的機會大很多吧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來 我今天來就教各位兩招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認明 這個股票呢 一定是在月線的最低檔 如同我在上個月的時候跟你講說 唉唷 你不用怕 風力發電概念股裡面 台傳在最低檔 從台傳最低檔之後呢 刷了一下子 漲了幾支停板 漲六支上來 親愛投資朋友 這不是錢這是什麼 從這裡最低檔的K線 往上拉起來 你管他現在拉回 你賺這一段 最便宜的那一段就好了 你這一段先賺起來再說 其他的你不要跟我說啊 只做甜蜜上漲段 不追高布局長線低檔股啊 題材一過你在下車嘛 這是很簡單的嘛 來 我跟各位講說 你看到沒有 像這種月線最低檔的股票 我說句最簡單的話 不賺白不賺 為什麼 股市上萬點啊 上萬點一周年啊 賣出高檔股票的錢啊 還有賣出高檔股票的人 一定去找那個低檔的股票 而且沒有道理啊 大力光什麼紅海都漲到那邊去 都漲一波上去 它完全不漲 再怎麼不會漲 看天氣都會漲啊 再怎麼不會漲 看天氣都能夠賺4塊3啊 我帶你進場 10仓就是4萬3啊 缺水也能夠漲 難道各位沒看到嗎 難道這件事你不知道嗎 我說句實在話一點 這個連小學生都可以賺到的錢啊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最簡單賺的錢 就是你能夠發覺這裡面有邏輯 有規則的一個所謂的錢嘛 各位來看一下 來 3540的耀月 是不是一樣 頭肩裡面能在最低檔的位置 你說老師 耀月漲很多了 我說你一定要看清楚 看清楚 你這樣看當然漲很多啊 但是你要從這邊看 你要知道 哎呦 原來才這樣子啊 知道沒有 月線最低檔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從我跟各位講說 不但它是電競產業 能不能領導產業 而且等一下要跟你談到 跟8076的五峰 一模一樣的 五峰現在是不是更低啦 五峰比耀月更低啊 低到你看不見的地方啊 大盤呢 各位看清楚 大盤到哪裡 大盤到這裡 五峰還在這裡啊 各位看到沒有啊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啊 買低不追高嘛 所以你跟我做非常安心嘛 哎呦老師 隔壁老師一參加 馬上買被動元件 我立刻跟他退費 隔壁老師一下子 馬上叫我追高 馬上我跟他退費 因為追高真的都有風險 包括被動元件在內 我必須要這麼告訴你 被動元件也有低檔的啊 也有還沒漲的啊 你追高一定有風險 但是我告訴你 買低 風險一定最低啊 買低啊 風險一定最低啊 三十五塊一八帶你進去 現在是六塊二的價差 十張就是六塊二 為什麼不賺 為什麼不賺 我就問你 為什麼不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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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告訴你一句話啊 我說過啊 從低檔月線上來呢 那才是最甜蜜的上漲階段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個不叫萬點啊 以前的萬點 什麼股票都噴出去了 以前的萬點 什麼股票都噴出去了 這些都還沒有漲啊 你說老師 可是很多漲上去 對 那麼很多漲上去 這些都還沒漲 你一定要去想想看 這些股票 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有很多股票 我等一下會講陳鴻 陳鴻如果漲到一萬三千點 可能會漲 不過現在不會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原因 有很多股票在這種萬點的狀況之下 都會漲一波 但是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你要分清楚 它是低檔漲上來的 還是反彈波啊 那我先告訴你 像這樣的股票 完全還沒有漲 你說老師真的嗎 我告訴你啊 何生堂漲成這樣了 它還完全沒有漲 你說老師 何生堂跟這個2492的華興科 為什麼會大漲 為什麼這個2327的國具會大漲 2327的國具會大漲 來今天我就跟你講原因了 你看我節目絕對收穫 比那些什麼亂七八糟放空的大很多 也比那些亂七八糟跟你講轉停板 說我有轉停板 結果你會 你參加他會員根本就沒有了 絕對收穫大很多 因為一個老師講話如果沒有邏輯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漲上去的時候 我坦白說一件事 你參加他是沒有意義的 我現在話跟你說明白 親愛的投資朋友 到目前為止 很少人知道被動元件在漲什麼 我現在話跟你說清楚 親愛的投資朋友來各位看清楚 一台三萬塊錢的筆件 你知道被動元件在裡面賺多少錢嗎 還沒有漲價以前賺三十塊 只有千分之一是被動元件 所以一開始大家在笑什麼 MLCC這種被動元件 就跟牙籤一樣便宜 一大包一樣便宜得很 一包才三十塊 一包做多少 一包做一台筆電 一包多少顆 兩千多顆 那什麼意思呢 我正要跟各位講說 各位你要聽清楚 那被動元件 你有沒有想過 他只佔他的三分之一 有一天有一個叫做陳泰銘的 有一天有一個叫做什麼什麼人的 總之呢 我不一定是講陳泰銘 不然的話這個節目是很麻煩的 反正就有一天有個叫什麼集團 大大小小都包起來了 我們把那個供貨弄少一點 不要讓每一個廠商想要就有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會漲價 我被動元件一包三十塊錢 漲到六十塊 對一台筆電有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你要想清楚 我一片CDR多少 本錢不到三塊 漲兩塊 漲到六塊好了 三塊的CDR那一片 大家都用過嗎 光碟片 一片光碟片三塊漲到六塊 售價一樣是九塊 我問你 消費者有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所以我現在要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一件事情 那假設 來了 3673TPK陳泰銘 我一片觸碰面板 各位都摔過手機吧 摔壞了 如果你是蘋果的話 修理費至少五千 不是蘋果的 最起碼要三千 一片本錢就三千多塊錢 一支手機真正的本錢 也不過才五千六千 光一片這種所謂觸控面板 佔它的一個比例 超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 你一台筆電 假設你螢幕摔壞了 像這台 來我們現在看這台 碰把它摔壞了 差不多就可以換新的了 那這種能不能漲價 這種不能漲價 這種一漲價 華碩跟鴻海就說 你這一漲價我受不了 但是被動元件 從三十塊漲到六十塊 當作賞你的嘛 所以他們就漲價成功了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像這個很便宜的東西 消費者沒有感覺 所以他們就漲價成功了 漲價成功的股票 才能夠漲 這樣能不能知道答案了 漲價成功的股票才能夠漲 說句最不好聽的話 這種跟牙籤甚至 可能比泡泡糖還更便宜 這種非常便宜的個股 那麼這些年來 因為他們的價錢很低 我剛才說過 一包才三十塊 一包才三十塊 這一片才不到三塊六塊的本錢 六塊錢的本錢而已 三塊錢的本錢 六塊錢的售價 所以這種一漲起來的時候 哇 漲三塊是一倍啊 我問你一件事 一台電腦不要說漲三塊 漲三百塊 才百分之一而已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來 我還是這麼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人家連這麼低檔的股票 都照常被帶上來 這已經查了很久了 原來他有百分之十二 在做被動元件 百分之十二做被動元件 你可以去查 我以後再跟各位慢慢說了 但是我只問各位一件事 是不是在月線最低檔 就算不漲被動元件 漲它的靜止可不可以啊 所以請你注意喔 如果你有這種的 你不要說老師 那只有成紅嗎 我今天成紅是舉例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機殼可不可以漲 不能漲喔 機殼可不可以漲 不能漲喔 你漲下去還得了啊 凡是你可以看得見 很大的 在手機跟電腦裡面很大的東西啊 我告訴你 通常是比較不會漲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這個組裝當然也不會漲 但是那個很小的咧 今天我們就要再給你介紹一檔 有那個很小的電子股 會立刻漲上來喔 到底有多小呢 到底哪些股票 在月線的最低點 又順著被動元件大漲上去 CDR大漲上去之後 後面還會跟上去呢 股票市場是會互相學習的 休息一下 請你繼續收看 最會漲的競爭解盤 12-2752-5868 或者是拨打104查詢 陳通斗庫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遭受到損失 參選線 12-2752-5868 陳通斗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通斗庫 擁有股票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健獲利股網福利 陳通斗庫值得托付 0-2752-5868 我們的節目做股票絕對不會故弄玄虛 做股票一定有邏輯 而且非常清楚 因為只有清楚的邏輯呢 做起來才會乾淨俐落 我在喊風力發電的時候 風力發電就是大漲 我在喊被動元件 我在喊各位所看到的這些 所謂的加密型貨幣啊 那就是大漲 而且抓起來都是甜蜜上漲段 各位看到沒有比特幣都是甜蜜上漲段 下來的時候我都沒再跟你聊了 下來的時候我都沒跟你聊了 而且上來的時候都是一族群啊 這就是我做股票跟人家最大的不一樣 而且這種甜蜜上漲段 如果賺到的話 那真的是很輕鬆啊 注意喔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談的這個邏輯啊 你如果手上有比較大的股票 那麼在電腦裡面佔比較大空間的 成本比較高的 你看這個機殼對不對 這個機殼 這個機殼這麼大一塊 我告訴你一件事 那你勢必要來找我換股票 因為今年啊 很流行啊 漲小不漲大 你說老師為什麼漲小不漲大 我問你一件事啊 一台筆電現在三萬嘛 差不多三萬塊 我給你漲到三萬五你買不買 你一定買隔壁那個三萬的 甚至跌到兩萬九的 同不同意啊 所以終端這個地方很難漲啊 但是終端很難漲並不影響什麼 並不影響那個 前面那個小小的被動元件 還有小小的什麼電晶對不對 還有什麼小小的啊 這個也很小啦 不過這個去年就漲了 看到沒有啊 這叫Dram嘛 去年就漲了 現在Dram還是有在漲啊 不過DDR現在呢 有一點貴了 我就這麼講一件事啊 你各位想想看 來吧 有人打電話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宏達電不會漲 我問你一件事啊 宏達電是不是末端的整合元件啊 請問一下手機會漲價嗎 手機不一定會漲啊 但是我如果把東西賣給宏達電的話 我要怎麼漲就怎麼漲 蛤 你能不能聽得懂我的意思啊 上了萬點 老闆好的 希望幫你多賺點錢 上了萬點 老闆不好的 希望股票也拉起來 他自己也跑得掉 所以這時候兩個就放在一起啊 有業績好的股票會漲 第二個拉起來我自己能跑的 那也會漲 所以呢 DDR看到沒有 上了萬點 上了萬點 你覺得這像上萬點嗎 用你的眼睛看就知道了嘛 你覺得這像上萬點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麼久才缺一次水耶 好不容易缺一次水耶 我告訴你 就算下一場雨兩場雨 老闆覺得還不 我問你一件事啊 誰會甘心自己的股價這麼低啦 我沒有說是誰啊 我絕對不能說是誰 股票市場裡面 有人老是講什麼主力拉高出貨 我問你一件事 換成你是主力你出不出貨 拉高我套牢然後給散戶賺錢 天底下沒這種事嘛 蛤 有這種事嗎 我買了一萬張 然後再叫我弟弟買一萬張 然後你們通通賺錢 我弟弟套牢不可能啊 股票市場裡面沒有這種傻瓜嘛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有的時候你看到沒有 明明就是這個幾年一次重要的循環 2018年世界杯主題 從6月14號到7月15號在俄羅斯舉行 俄羅斯只有一檔股票就是他啦 因為他在海參會做水晶老虎賭場 標準的俄羅斯概念股收盧布的嘛 你收俄羅斯幣 假如俄羅斯幣一直漲的話他也會漲 那最近為什麼沒漲 因為俄羅斯犯了一個叫做所謂國際間諜條例 歐洲跟美國都在抵制他 結果股價就跌下來了 但是這是政治事件啊 其實不影響他的生意啊 那第二件事情是很簡單啊 這個足球賽已經開始打了 足球賽開始打的話 你各位有沒有想過啊 往前看一看前面的高點 是不是也是世界杯足球賽啊 而且那40歐斯在別的地方打 這次在俄羅斯打咧 這次是在俄羅斯打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啊 我說過啊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看一下 而且最重要是 月線最低檔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提前開打叫什麼 電子的世界杯足球賽 那個電競遊戲的世界杯足球賽就開打了 電競遊戲的世界杯足球賽就開打了 電競遊戲的世界杯足球賽 就不一定是歐洲最會踢啊 什麼德國荷蘭那個最會踢啊 結果呢 印度最會踢啊 人家他贊助印度隊啊 因為電子的嘛 他不是真實的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股市萬點啊 低檔股票人很多啊 今天假設大家都很被動元件 漲上去我覺得 那算是大家都很厲害 但是我除了被動元件以外 我還跟你講說請你注意啊 什麼世界杯足球賽來了 請你注意啊 躍躍也來了 這種所謂的博弈概念股也跟著來了 我認為這是六月份很大的一個主流啊 我認為要漲當然是要開幕之前要趕快大漲 因為俄羅斯就打第一場啊 注意喔 第一場收視率一定最高 因為俄羅斯自己開打喔 你知道嗎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適合啊 最起碼還是那句老話啊 你跟我做五風感 感 說一句沒輸贏好不好 感不贏啊 你跟我說 這樣我會感不贏 這樣買會不會贏 這樣買會不會贏我就不知道了 這樣買會不會贏 一樣的道理嘛 被動元件今天為什麼可以漲那麼高 因為他以前售價很低啊 所以他一漲的時候 哇不得了啊 我只要從三十塊漲到六十塊就是一倍 六十塊漲到九十塊變三倍啊 那三萬塊的九十塊好像也還是很少啊 三萬塊的一百二十塊都還很少 所以其實被動元件我必須要告訴你 根本從頭到尾不是缺貨的問題 是漲價的問題嘛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漲價概念股怎麼做啊 那麼一台電腦它只有占千分之一還少一個零啊 妹妹少打了千分之一個零啊 千分之一的成本而已啊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比啊 貼合面板佔五分之一啊 所以你想到了什麼 想到了什麼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還有人說老師 我就喜歡看他漲 看他漲我就不順眼 我告訴你一件事 為什麼第二季美國股市逼空啊 美國人用了一張這樣的圖 這個是誰 有人說他的選總統叫巨石強身啊 你把它想像成李小龍成龍隨便你啊 李廉潔曾子丹隨便你啊 你現在去空被動元件 那等於是說 我們兩個來打架嘛 那個整個股票市場裡面最強壯就是他 就是被動元件啊 整個股票市場裡面最強的就是他啦 你現在去空他不是等於跟他打架嗎 說老師不是我是空別的 也是很強的 那你不跟巨石強身打架 你跑去找那個館長陳思漢打架 你根本還沒空下來就片體淋傷了嘛 你找美國拳王打拳擊你不傻瓜嗎 現在很多人整天帶你說這個長高了 這就想什麼 你看到他已經很強壯了 他將來的體力會衰退 我告訴你你不等到他70歲你打不贏他啊 同不同意啊 他70歲你可能都還打不贏啊 長這個樣子啊 看清楚一點好不好 他70歲你可能都還打不贏他啊 你要打那個很虛弱的嘛 不是啦 不是講什麼啦 各位換股票嘛 知道沒有啊 所以做股票你一定要最起碼用一點簡單的大腦好嗎 找拳王去打拳擊 找拳王打拳擊 這是什麼邏輯啊 每次都是這樣 找拳王打拳擊 所以你各位看到沒有 他連那種小小的 這在我們家打工的 這樣形容可不可以啊 這是在我們家打工的可不可以啊 那照常可以大漲啊 你看到沒有 今天又說 我今天又想去取九豪了 哎唷國具啊 你已經三七四切了 今天取這個 明天取這個 今天取家邦 明天取什麼 取了三七四切了 再取一個照常漲停板 能夠嫁入豪門 每個都很開心啊 我這樣比例就可以了好不好 能夠嫁入豪門 每個都開心啊 至少現在人家是豪門嘛 你說啊這個簡直是土豪 將來一定會怎樣 那將來是將來的事嘛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注意喔 剛才我講過 被動元件一包啊 三十塊 一台電腦用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啊 一台電腦大概用兩顆 一顆才五十塊錢台幣 一樣頭肩底完成 你千萬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喔我跟你講 這個六四五六的葉層 喔那個什麼 羅幣歐 那個裝那個燈泡 那個最貴 那個沒有它喔 那個蘋果都做不出來 告訴你這樣貴的不會漲 這不會漲 因為它只要漲一塊 蘋果就說哇 你漲一塊 你只要漲一點點三百萬顆啊 可能對我來講就是 等於漲了三千塊台幣了 我受不了啊 但是你看這個 一顆才五十塊 喔 算一算 不過才多少 兩顆加起來才不到一百塊 一百塊才三百分之一而已啊 但是我告訴你 這比變動元件貴的 歡迎你想盡辦法注意喔 今年長小不長大喔 我希望所有朋友 你要想清楚喔 那種千分之一 這張真的要改一下 一千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的大漲啊 五分之一的不會漲啊 漲那些你根本看都看不見的東西 那才是真正的技術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說 這一次呢 被動元件還是真的漲得有理 還真的漲得有它聰明的地方啊 而且股價在最低檔的像五峰 我們都幫你找到了 歡迎你想盡辦法在萬點的時候 尋找低檔準備漲上來的股票 一直是我跟你講的 歡迎你想辦法利用滾東式操盤法 賺最甜蜜的一段 跟上黃靖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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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